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王毓民 李怡 聯合新書發布會 9月26日 下午3時 普羅政治學院 報名請將姓名 電話 電郵至 hkpolitariat at gmail.com 名額有限 以赴9月月費網友優先 查詢請電 2467-3088 myradio 白州年台慶 聯歡晚會 10月16日晚 王大仙 父嵐皇宮 300元及1000元門票 現已有售 扣票查詢請電 2467-3088 姐姐 今天水務處有人上來問我們 有沒有交水費 是嗎 我早就交了 跟myradio的月費一起交的 是否遲了交 不可能 可能他們吃飽飯沒事做 每個月我都在月尾交myradio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本節目的談話內容 可能涉及成人內容 未滿18歲或閣下當地法律許可知 法定年齡者 請由家長陪同收聽 歡迎大家收看第三個女人 不是 又三個女人 今天不是三個女人 真的發了夢 兩個星期沒有回來 又是我們逢星期三晚 八點的女人最夢想 不過這次是三個女人而已 還不是啊 待會有嘉賓來 有一個神秘嘉賓來 希望也會到 今天有九優復出的Chloe姐 很忙吧 很忙到死 大家也知道 大家記得光顧她 讓她再忙一點 不要啊 不要啊 有時候客人來到 誰知道網門釘沒有門口進去 因為我們沒有開封時間 請到過人 你不可以經常跟你男朋友一一 又不理客人 大家都知道我是性慾 話說回來 你好像真的瘦了很多 因為日做夜做 我說真的 現在我穿平底鞋子也知道 穿高跟鞋子的原因 不是因為覺得自己矮 是因為覺得自己太矮 真的瘦了很多 這些位置是瘦了嗎 如果你想知道Cloe有多辛苦的話 因為我有塔羅是免費的 因為我現在在研究 你又在做塔羅嗎 是呀 那你隨便幫我抽幾隻 V姐你知不知道客人進來呢 你也來過我的店 她經常說我店好像是做那些占卜 因為她看到是暗的 神經病的 已經弄了四盞燈 很享受 很放鬆的感覺 話說回來 除了你Cloe那麼磨之外 V姐有什麼搞的 打拳 玩來玩去都是那一塊 玩來玩去都是那些男人是吧 都是那幾個 都是那個圈 我只是跟你說 不過我講完這句話 我怕以後拳賽有很多大食怪 其實我告訴你 在拳賽之後 所有的男人基本上就是 Yes I am ready Ready 入房那種 Ready 入房 我聽到砰砰的聲音 是不是正在來 那家人是來的 先說完 那些男人應該打拳後 應該用完的力量 怎會更加陪 因為通常比賽之前兩個星期 沒有搞過事情 所以一比賽之後 每個人都說Yes I am ready 我們說神秘嘉賓來了 神秘嘉賓 你還想撐住嗎 你還想撐住嗎 撐住啊 你去加拿大而已 現在都不用穿長袖衣服 上次你答應又說穿背心 你穿著長袖衣服 你穿著長袖衣服 一定有人低胸 沒有啊 為什麼穿著長袖衣服 因為現在已經入秋了 很冷 所以我就穿秋裝了 我穿著長袖衣服 我穿著長袖衣服 你也叫半袖衣服 我穿半袖衣服 你們太誇張了 說實話我們今天竟然終於齊人了 很齊人了 好說的齊人也是 等了很多集了 對 說實話既然看到我們這麼齊人的話 如果你想繼續這麼齊人的話 希望大家記得支持我們 越美越美 現在越美了 要支持我們月費 又是月美了 月費是68.9 這次我九優復出 我會想更加厲害的題目 因為我今天收到一個同事 發給我的那些什麼 影片 我不明白為什麼可以用握手 畫一些圖在那裡 它這樣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那個過程就好像仲愛那樣 3D動畫 我待會咪後跟大家說 我真的覺得Elisa太棒了 它是一個做愛的圖畫 整個影片這樣 真正到你什麼 其實畫個公仔 畫個男人 畫個女人 然後雙手不知怎樣移動 就好像東西在插孔那樣 超棒 我真的猜不到 你因為看到東西插孔 所以超棒 這技術很久了 玩影這件事 其實其實存在了很久 不過你說插孔那些 所以你覺得興趣而已 如果不是插孔那些 誰有空看嗎 大家知道 對我來說是舊瓶身走夜的 對我來說 對呀 挺有趣 有得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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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我又要弄這些 我又要弄這些 但觀眾看不到 畫完之後讓觀眾看得好 我看完之後我就弄 大家看一下 看不見嗎 看不到 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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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真的 用一手去玩這個 很簡單 他可以動我 我可以動 所以要畫 畫得對 畫得對 都說高瑜回來 我們要講鹹的事 我們忍了幾個 我們今天有什麼話題 今天講什麼 今天講一些一夜情 炮友 雙愛不能愛 都不知道大家是否在愛 那你們有很多 嘩 你就這樣說 你結婚就在這射光 我們有 人妻 還記得結婚之後給保守 穿到衣服 穿到衣服 怎麼搞錯 我之前那陣子在低空 這樣說起來 你覺得結婚就低空了 嘩這樣 低空的衣服 我覺得我們 有一次你跟我們說 在群組說 大家做一套校服 再來一次 那什麼時候做睡衣 睡衣都不錯 可以的 如果我們有機會 沒有這張桌子 睡衣裡面 就加碼 比堅尼好不好 再套睡衣 我批大腳 我覺得人們笑到開心 覺得你愚蠢 我穿得不愚蠢 裏面穿上衣服 外面穿上衣服 外面穿上衣服 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那這裡公眾地方 我們不可以不戴衣服 就穿上衣服 就穿上衣服 當成衣服 不用戴衣服 那把衣服 舉手 我不要被人投訴 公眾地方這樣露蟹 露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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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能會小一點 你那顆大一點 保障你自己 法律上絕對沒有辦法 不要 你這些人會引人犯罪 等一下看就 被人強姦 你們以後一定要繼續來 真的很好笑 你真的傻丫頭 你真的穿比堅尼 不如不要穿上衣服 穿比堅尼 穿比堅尼 睡衣是絲質的 然後裡面的比堅尼是彩色的 睡衣會遮不住 睡衣會遮不住 你可以選一些絲質的比堅尼 我現在都穿比堅尼 你現在是棉布 你現在是棉布 一點也不算 真的很低能 剛才講到 我們這裡應該沒有人試過一夜站 我們一夜站定義是 之前沒有聯絡過 剛好那一晚或者那天見到 然後就一起 我有試過 因為我看他的感覺 不像沒有 我是有試過 怎樣 都是別人普通在酒吧 沒有就是下機 然後一個朋友介紹給我認識 不錯 然後就一夜站 但很難你馬上就知道下一步就是上房 你對那個人已經沒有那個興趣或發展 你想想上了房 很難 那樣基本上 在那一步我不會對他有興趣 因為 那個興趣就有 為什麼呢 其實是貪玩 因為他也叫做有些少名氣 有些少名氣 在報紙裡見過一下 所以就是貪玩 其實主因就是貪玩 其實主因就是貪玩 集遊 說重點 可以這樣說 其實如果這樣 其實我們想伸延就是 如果這一類 叫做一炮過 一one off的東西 但其實之後可不可以下去 由炮友或者one night stand 之後可以變成拖友 有沒有試過 或者想試過 我試過 你覺得可不可行 即是你現在講的是one night stand 是one night stand 或者是炮友 即是開完炮之後變拖友 其實一開始說真的 難就難一點 人一點 我覺得也難一點 男人一定會這樣想 你這麼容易給我 你到時跟我一起做 你也是這麼容易給其他人 起碼你第一次銷售那一下 你不是純情的 即是那些 那些 你不是說難 你也有純情的 你這一刻就在房間裡 就是 因為當初你也要令人覺得 你是那些 知道你是想搞 但你是慢慢來一步一步的 你不是說一開始就馬上來 一來就來 一來的話 人家是不會想投入給你 即是我也覺得 如果你一開始已經跟別人一起搞事 那些人是會覺得 你只是想搞事 下次找回你 不是說想跟你做拖友 是想繼續這個炮友的關係 還有男人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那些思想 發展到覺得 是覺得被女生欺騙 對 那個女生很想搞他 男生欺負我現在 但我想跟他一起 很搞笑 我剛才也聽到 有些人都說自己 男生覺得自己欺負了 他說他自己現在不是女生 我覺得真是搞笑 他說自己喝錯了被女生迫了 是搞笑的 我這個我支持 你知道嗎 搞完對手 你搞一下偉依 我絕對覺得你虧給他 最重要是 我給你自己的欺負包費 我整個槍口爬下去 這些板子明顯得 虧到噴噴聲 這句話我真的支持 有沒有搞錯 你吃得鹹東西抵得渴了 你又不喝馬水 等一下 原來我發覺 在這個寬場裏 接著去拍訪那些 原來很多男人 真是醉到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我想跟你說 男人其實都是有感性 有感情的動物 跟那個豬膝搞完 但你都會有這種感覺 你想跟那個豬膝一起 但那個豬膝都不想跟你一起 那種 男人就是說 有時你不要經常說男人用下面想事 其實男人用下面想事之餘 其實不少投入了感情下來 對手其實樣子壞也好 被人迫也好 雞尖也好 沒問題的 但最後其實真的想跟那個女生發展 但那個女生說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跟你搞事 只是想跟你 什麼 拿槍而已 吃招而已 但我剛才也問過那些男性朋友 有供有求 但我問過那些男性朋友 他們就說 其實如果說one night stand 或者泡友那些 真的純粹是享受了就算了 他沒有想過跟著下去 但那個男生有沒有女朋友 有沒有拍拖 沒有啊 他本身就不是說 你都會問他這些問題 如果想就開拋 開完就算了 但你覺得可能開了一下 也挺正的 也挺有感覺 不就繼續下次 對 也是這樣 看看女生行不行 男女也是 如果你搞完之後 很多時候你那個 真的會喜歡對方 你不捨得跟他說拜拜 女生會比較容易 你打算跟他約他出去看電影吃飯 拜託 如果看電影之前 都真的 戴上手套 戴上紙巾 才是那種 其實那些人 你覺得男生都會想的 即是 炮友完之後都想拍拖 還是 會的其實 我覺得未必 很多人向我投訴 為什麼那些女生 可以這麼 決絕 又搞完 但原來是 不是想發展的 其實那些男生很可憐 是嗎 我覺得女生就一定 你經常認識一些不知道什麼兒子 我認識一些男生 是不是真的這麼純 對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棒 你不真的不搞我更好 因為炮友之後變了拍拖 我是發展過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不出奇 但可能機會比較低 為什麼你會喜歡他 你明知道他也是炮友的人 為什麼你會肯跟他拍拖 之後 你怎麼知道發展下去 走什麼東西出來 即是你是不認識的 你不會介意他過去 他做得和你一段時間 或者那一類那麼容易搞 那他就是可能 我不怕說給你聽 我完全被揭露 我也是這樣說給你聽 要不要開拖 就不可以 即是你也要跟他說 是啊 你也有這樣的經驗 是啊 你遇到這樣和你這樣玩 你不是遇到我純粹小女 你遇到一定有前科 大家都 你還問你第一次 你還問我 最麻煩的 最麻煩的就是 我給你一個禮事給你 啊 車頭仔 你怎麼會用一瓶 最麻煩的是一種 其實大家都感覺上是炮友 但是到最後你和別人拍拖 的時候他會回來跟你說 為什麼你和別人拍拖 那你就不能跟我搞 那我就說 現在和別人拍拖 當然不會跟你搞 之後他又會再延伸 就說其實我喜歡過你 但你不再說 對 這些男人就是這樣 這些男人就是這樣 我最討厭的是這些 我最討厭的是這些 這些真的不行 這些真的不行 又想要又不敢開聲 這些不行 然後當他知道你和別人在一起 或者有穩定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跟你做朋友 小器 覺得好像很傷害 我什麼時候傷害你 踩到你的尾 我又沒有這些情況 我基本上很幸運 如果我真的拍拖 他們也通常會祝福我 對 其實祝福你 但是會再說一些話 因為我覺得這些炮友形式的人 或者我由此至終給他們的印象 很強硬 你喜歡你就追 開聲你都不敢 對 何啟昌都不敢追你 哈哈 我都認識有些人 他們是炮友的話 他不是預期跟你拍拖 而你跟著之後 不要找他 其實他們都讓開 沒所謂的 因為他這些人 可以再找一些隨意的女生 繼續去 他不會再一直扯著你 如果你不回覆他 一次兩次 他簡直都跟你失敗了 年紀問題 不會 不會說 我可不可以再找你 不會 大家成年人知道什麼事 又不是拍拖 都沒有感情 attached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是三字頭以上的男人 比較上放得開 這件事 二十多歲的男人 會有些 扯著一點 也對 是年紀問題 也對 如果當炮友 所以他那些就扯著一點 然後放得高 恭喜你 那些我明天找另一個 是嗎 我還在說 那我可不可以再約你見 那些我心想不要煩 又不是搞得好 不要走開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才是重點 你明知道自己已經不是說很好 大家不是說很合 這些不用再約 那在你心目中好呢 文姐 我覺得大家知道 大家感覺到 你覺得有興趣 下次別人又肯應約 那就代表 繼續做到這種假感情 對嗎 人家每次都跟你說 我沒有空 或者下次再 然後你還膽敢問人 他還是不省水的 所以這樣去問人 有些人不太熟 又不是拍拖 又不是 有些人不太熟 有些人說已經錯過了 當下的機會 突然之間找你 想約你 但你已經有第二個 還有我知道 有些人很喜歡 怎樣說呢 我都說 我的朋友 有些女生 他跟他也是想跟他拍拖 但又先做了炮友 然後那個男生就覺得 你也想跟我做炮友 那我就繼續用炮友的身分 跟你溝通 但是那個女生又想跟他做男女朋友 然後不停管著他 檢查著他 又叫他 你什麼時候不回覆我的電郵 不回覆我的電話 看了我也不回覆 那些 然後那個男生就覺得 我和你是炮友 為什麼你要當成男女朋友 有些時候 我覺得大家自己的定位 你最重要是自己的角色 你不可以一步 好像Cody剛才所說 有時候男生就覺得 既然他第一步跟他拍拖 他真的把男生當你是炮友 你不要真的以為 跟著做了女朋友才可以 所以他就說 你有什麼有興趣的 你先看定些 想搞事找別人 對 你偷這個 你就純情對這個 你想搞事找別人 你不要錯過了 你自己的錯過了 最重要 你不可以這麼快給他 不要這麼快給他 你做樣子就是這樣 對 不一定是搞事才會聯繫到感情 不要這麼快給男生 說話矮會一點點 但是不要色情 真的 你一色情人就以為 你想怎樣 你想銷售給我 那些就不好了 都不錯 我覺得有些人真的很斯文 我之前就是這樣 西班牙那個 不怕說 他不懂得聽中文 就是跟你一起 我是跟別人搞吹什麼 那些 你本身是跟那個人拍拖 對 但我每天跟他 可能一開始沒有搞 我們都是吃肉的 都會出去 沒有問題 我知道你又有他 西班牙這個人 但是外面有搞 西班牙那個就是想要那個 但是外面有搞 但是你當然是 只行的 出去是只行人 我就是散餐 散餐 我都說很多 我都說過 我都說過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是錯 如果 男美婚女未減 法律上還是單身 不要以為我們 我支持 都是單身的 如果不是去到很穩定的感情 即是真的開頭的時候 另外一樣 跟大家分享 我有朋友說 他哥哥在美國那邊 在紐約 本身他們是英國人 哥哥哥去了紐約 他跟我說 哥哥說紐約那邊的拍拖風氣 就是 譬如我女生 我就跟不同男生約會 同一時期 可能就約會 十幾次 跟不同人 然後再選定跟誰 當然中間那些 可能又跟你搞 又跟他搞 他就說這種約會模式 他就說 但是我們英國 會不會跟你們香港 同不同 然後我說 你英國是怎樣 他說沒有 可能跟一個人 出了幾次街 出了兩三次 或者OK了 穩定了 然後就當你是女朋友 這樣 有些是搞完 直接見完 第二天就搞完 第二天就是男女朋友 他會說的 但我那些這麼乖 但我一聽 我覺得紐約那個 我又覺得沒錯 你還沒選定 同一時間去試試幾個 Dating我接受到 搞事我接受不了 不是 那時候你當自己是Single 我自己 但你同一時間 跟幾個人搞事我不行 你不行 我不行 你自己保護自己 幾個人我不行 V姐呢 他搞完都不需要告訴我 我會建議 同一時間認識幾個人 我覺得大家有個選擇 我覺得是Fair Gaming 大家有個選擇 你真的想要 我覺得整個故事 你不論美國、英國和香港 最大的分別 就是開聲的問題 開聲 對 人家真的 由炮友也好 平時所謂的Dating 不是逛街看電影吃飯 都是 由那個關係 怎樣轉成一個炮友 或者轉成男女朋友 就是人家夠膽去開聲 香港很多炮友 剛才你講的故事 兩個炮友都不開聲 其實男的又想女的又想一起 炮了那麼久 炮了那麼久 兩個都不開聲 廢話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鵪鵪 對 我也不明白 但有些人是享受追 尤其是香港的男生 我覺得是很沒有吉士 我覺得享受追人 享受被人追 或者享受做單身 但又有得搞事 所以那些人不是很想 一定要跟你一起 但又享受跟你一起 可能花時間一起 又喜歡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你同一時間約會不同人 我覺得絕對沒問題 因為你這樣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覺得是更容易 我覺得更容易看 如果你只是同一個人 一時間同一個人 那你真的覺得 以為他就是最好 但如果是同外國人的話 他們真的很注重性 那他們真的要搞了才覺得 選不選你 就算你一起了之後 一個喜歡搞一個不喜歡 搞得很麻煩 真的不可以 所以其實性體的relationship 都是重要的 我覺得香港的話 基本上你所有relationship 都重要的 除非女生有80歲而已 即使你還要分離 還要一個喜歡搞一個性冷感 這都很麻煩 這是的 也是的 所以做到炮友才有 是不是很壞 我經常收到些女性朋友 跟我說 我男朋友我老公 想跟我搞得很累 經常都因為這個問題 反而不是吵婆式關係 現在這個年代 都是性關係 大家不妄調 其實我常常都幻想 有時候大家有個假期 大家不見幾天 就不要問雙方做過什麼回來 會不會這樣好 會不會這樣好 會的 更多猜忌 你去哪裡 不是的 我掉了 想得多了 因為我最近收到一個訊息給我 曾經的炮友說 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她說其實還開心 想約你去炮 不知道為什麼炮完之後 她說她和我老婆更好了 更開心 即是她和你炮完之後再去找我老婆 找你出火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說她和我老婆更開心 反而她覺得她更積極了 會不會這樣 因為她感覺是內疚 會不會內疚 我覺得她不要內疚 她內疚 對她老婆 想對她老婆更好 很多人搞 很少她 她說她是很失望 性關係 即是跟她老婆的關係 失望了 反正就是你突然間 因為你就太差 比她老婆 所以她請回我 你是不是死意 我死意 請了回去找她老婆找你 最後 應該要謝謝你 跟你做完之後 就覺得自己的事情 原來是這麼合適的 想讓老婆再試幾次 因為老婆免費餐 可能和你外出 請你吃飯 對 請LV姐做命不符實 以為很棒 還是找老婆做好 不奇怪 你是不是服務式 你不是 那些可以服務式 也應該是 我不信她是全國服務的 很客氣的 是看人 你是死魚 你是黃太后 你是黃太后 你以為你是 因為通常都不需要我怎麼動 不是服務式 怪不得 又是死魚 怪不得她要回到老婆那裡 老婆那些 發授鐘燒 然後讀龍鑽 然後之後 環保春 不是呀 兩水熱水那些 這是什麼 冰火不需要熱水 冰火不需要熱水 很多東西 救命 你知道嗎 我上幾個星期 和我男朋友 玩這個 哈根達斯 雪糕 舔舔舔舔 什麼 哈根達斯 How to 即是放進去那裡 不是呀 冰火不夠死 冰火不夠 兩重修 我沒有感覺 Honey 真的沒有感覺 人家玩爆炒糖 我們玩雪糕 有些人玩cream 但cream 我又不喜歡舔 不喜歡吃 太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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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糕不太胖了 其實呢 選什麼味道 我喜歡 Cookie 很容易 很容易 怎麼溶 你就是放在上面 放在頭上 然後捏回來 吃雪糕 我心想到整個氷子都放在那裡 整個氷子都放在那裡 我心想到整個氷子都放在那裡 其實我只是想問你男朋友 冷完之後再熱 那個感覺是否正好 你旁邊有一杯暖水 才能做到冰火兩重修這個效果 你不可以只是冷 男人都不可以常常熱 忽冷忽熱才開心 大家試一下 真的很棒 所以Cookie為何弄得她男朋友那麼順 對 很壞 所以Cookie 現在這個 你又不會出去找這些炮友 對這次這個就不會 榮翔你也知道 吃開大文醬 突然叫我吃猴子味 你吃 不是牙籤 對 嘩要不要這樣踩發 然後又收到投訴 然後又在Facebook投訴我們 嘩你這麼踩香港的男生 什麼啊 不是 不是香港的男生 不是香港的男生 就算是那些洋人 有些洋人真的很小 那就是 那就是 還有有些 你知道我喜歡肥的 有些我喜歡 那些更小 肥的 越肥那些越小 越肥越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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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煩的 你不如把肥的思維變成大隻 但我真的喜歡肥的 你真的喜歡有肉的 200磅 什麼 你還要200磅 二百磅 200磅 然後腰是肥 肚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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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像水 你那些是髮型 像是綠絲底那些 那些 但你不要期望別人的衣服可以塗 很重 所以你一定可以塗在哪裡 有牙齿 你不喜歡我們這種要望 你又要衝到望水 又要被身體牙籤 那些雙腩 但是下面又要粗 你真的很難 這個完全違反自然 違反自然定律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嗎? 是啊 難吧 或者兩邊找 找大笨象又找猴子味 就是 可能找我抱著 你喜歡猴子味又長大 猴子味很欺負 大笨象粗得來又不是很長 又又長又有什麼用 我也是喜歡粗的 沙莉莉不要想 你選一條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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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莉你不能想 你不要想 我不能想 外面都是這樣養手 下一集再談 記得交月費 拜拜